我们来关注最新消息 现在昨天暑假第一天 刚刚好碰上了周末假日 其实不少旅客 他们是从屏东的东港搭船 前往了小琉球来游玩 但是公共船的末班船 却出了状况 主要是因为快要到港边首 整艘船 突然静止不动长达20分钟 而且也没有人广播说 发生了什么事情 船员也是一问三不知 所以船上满载的旅客 望向窗外一片漆黑大雕 非常惊恐 困在海上 还好最后继续发动才靠岸 公船的负责人事后为此致歉 说是夜轮故障 目前已经修复完毕 屏东东流线码头 吉马后船旅客 席家带卷大王小包 准备到小琉球度假放松 尤其7月1号 暑假头一天就碰上周六 人潮更是多了好几成 但偏偏迎接暑假开张 东流线的公营船就出包了 傍晚6点45分末班船 东港开往小琉球 本来应该7点15分就要抵达 结果整船的人7点45分才到港 整艘船突然静止不动 在海面上足足停了20分钟 船发生什么事情 没人广播 船员也一问三不知 望向窗外一片漆黑 让他们感到焦虑惶恐 船还在发动 但却无法移动 原来是左主机夜轮故障 已经修好 对旅客造成惊慌 负责人感到抱歉 确认还能也慢速前进 交通船才慢慢靠岸 尽管有稍微耽误游客行程 但还是平安地把大家送到目的地 让暑假第一天就要登岛的旅客 经历一场惊魂祭 而也由于目前小琉球岛上 涌入大批人潮 琉球分住所远景 也立刻前往交通要到镇港 一个上午就有风所收获 光是未戴安全帽 就足足开出了38件 记住联屏 评论报道